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影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 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那這個節目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10點 在中正大學今生今世廣播電台會播出 之後在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上面 也會有現場的這個直播 之後在公庫的網站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我們今天要是跟大家談一個非常爭議性的問題 那其實如果很多朋友在看最近公庫 或者是PN的報導 那你會看到我們刊登的非常大量 有關死刑討論的文章 或者在我自己的網頁上面 其實我也發表了自己對這個死刑的看法 當然我比較是 我當然是支持所謂的廢除死刑 可是因為發現跟我討論的一些朋友 其實有時候情緒是真的蠻激動的 那很難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公共議題 變成是一個很理性討論 甚至他應該怎麼樣去談在法律上面 在制度上面去減少犯罪的問題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FACE聯盟的執行長林欣宜 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欣宜你好 大家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陣子的這個爭議當中 很多人 就會把這一連串有關於這種比較 無差別殺人的事件 或者是這一種比較殘暴式的這種 虐殺的事件的這個問題的根源 會把這個所謂的歸咎 在一件事情上面 就是你看 就是因為台灣這個死刑啊 雖然有 可是他不執行 那你會發現這個導致台灣的這個社會的 這個風氣越來越差 特別是我們看到很多的小孩 他們真的是活在某種的恐慌跟恐懼當中哦 作為FACE聯盟的執行長 欣宜你怎麼去看這樣的一個現象 事實上發生這樣的事情 FACE聯盟所有成員 我們跟大家一樣都非常覺得無過 那當然我覺得發生這樣的事情 可能大家就會希望找出一個原因 因為你知道原因才會有安全感 才知道如何解決它 那看樣子大家會覺得比較簡單的原因 大概就是怪罪 或者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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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也一再的提醒就是說 事實上台灣一直有死刑 然後也一再的執行死刑 那死刑制度事實上也存在的非常非常久了 因此如果說你要把它當成是一個 唯一的原因或是很簡單的原因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機會去探究這個 犯罪背後的一個可能的一個成因 那最近當然就是因為很多人對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擔憂 我非常可以感受得到這種集體的擔憂 然後我們辦公室事實上過去幾天我們也收到 也接到非常非常多的電話 那有些人當然就是來抗議我們 但是大部分的人他們是真的想要來討論的 那我感覺是過去我們這三天我們接到大概四五十通的電話 然後有時候我20分鐘半個小時跟他們溝通 那很多人會理解說 事實上不像他們想像的那個樣子 因為他們看媒體的報導 然後看正論節目會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然後甚至會誤解我們的訴求 但是當他們打電話進來 然後跟我的同事討論 然後知道我們的想法的時候 他們又好像可以理解 所以我會覺得說沒有一個有效的溝通方式 或者是沒有一個溝通的環境 是造成大家這麼恐慌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這當然是一個溝通的過程 也許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去談這個媒體 在這一連串事件裡面的 這一種報導的一種現象 不過我覺得這恐怕還有一個更嚴重的 一個剛才是一種所謂的一種對現況的了解 或者說這現況包括對Face聯盟的所謂的主張 的一些或者相關的這種所謂的 配套的做法的理解的 這個在知識上面的一個一種限制 另外一種我覺得可能是在一個文化上面的 一種心理的狀態 因為畢竟我們面臨到這個所謂的恐慌 甚至也有很多的朋友會在我的臉書上面說 那你難道不覺得 殺人藏命是一個天理嗎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即使那個溝通的管道 再過於通暢 這樣的一種文化上面的思維 或是我們可以長久以來存在的 在人類的價值 或者是你要把它載化在華人的價值當中 這都是一個很難討論的事情 我覺得你講說好像一命長一命 殺人長命 或者是死刑是東方的或是台灣的 或是中國的這個價值 那我覺得當然不是 因為你可以看世界上所有各個國家的歷史 各個文明的各式各樣的歷史 你都發現說都曾經有過死刑的痕跡 因此大家在過去的時候 好像覺得這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漸漸文明的發展 我們會發現說 如果你想要解決事情的話 好像用死刑來解決這個犯罪的問題 並不能達到你的期待 因此當然隨著文明的進展 然後隨著我們對於犯罪的更多的了解 那當然我覺得就會有更多不同的一個討論 那我們說廢除死刑事實上 我們並不是說廢除刑罰 我們談的事情是說 如何能夠用一個有效的方式 來解決犯罪的問題 那從很多的例子上面來看 事實上死刑就是不能夠解決犯罪的問題 那當然的確會談到說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配套措施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或許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談一下這個配套措施 但是我覺得把它單純的歸咎在文化的成因上面 我覺得是我們自己不努力去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你歸咎在文化上面好像就沒得討論了 但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 你剛剛談到說其他很多的國家 其實也有會類似的這種所謂的事情 做一種刑罰 或是這個文化它不單只是一個華人 或者是一個東方的文化 這種一命長一命的概念 可是這個轉折的過程到底是什麼 在其他國家或在其他文化的系統當中 怎麼樣去把一種所謂的殺人長命這種概念 轉換成它其實我們沒有別的方法 來處理這種所謂的心中的恐懼 或者是一種所謂的懲罰的做法 那個轉折會是什麼呢 事實上如果你看到全世界的發展的話 你會發現說好像在近三四十年以來 就是在近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以來 就是廢除死刑的國家的比例增加的很快 那這個增加的很快當然有很多原因 包括就是說我們有一些人權公約的討論 然後人權公約的通過 然後大家自願心各個國家自願心加入 這些人權國際公約 所以大家是對這件事情有討論的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是 包括我們看歐洲的狀況 那歐洲經過二次大戰 他們經過納粹 我覺得他們對於生命 對於國家能夠擁有這樣子的一個殺人的權利 是非常直接的規矩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國家廢除死刑 都是因為他們剛從一個比較集權的狀態當中走過來 例如我覺得像蒙古可能也是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然後我舉亞洲 那比如說韓國可能跟我們有類似的一個 轉型不正義的狀況 那但是他們都漸漸往這個方向走去 那歐洲也是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他們在過去經驗到 國家作為一種合法的殺人 或是合法的一種處決別人生命的工具 這樣的一個過程讓他們感到非常大的不安 所以他當然會產生某種 只是我們不希望國家來介入我們的生命的 這種所謂的剝奪 或是影響到我們剝奪的權利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回到剛剛曾經談過的 這個所有的媒體的討論上面 我覺得一個東西我自己蠻好奇的就是 我想在過去不會有這樣的類似的 這種比較兇殘 或者是這種無差別的殺人事件 出現的時候 這種發生 那過去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然後不會像現在就是動不動 就說死刑 所謂的Face出來面對 或是媒體就很自然的去 把它做一種議題的設定 這種轉折從Face聯盟的觀察 說我們的確希望有機會跟社會大眾溝通 所以我們就是上了節目 但是上了一兩次節目的經驗 就讓我們發現說 它不是一個想要討論的一個氛圍 包括它可能包括主持人 包括其他的所有的來賓 他們都只想要重複那個很可怕的語言 那那個時候我們有時候一兩位 一兩位Face聯盟層面上去電視節目 當然成為一個劍拔 我覺得我們大概可以理解 但是那時候讓我們更害怕的事情是 你可以發現那個Call in的節目進來 它就有很多的所謂的很可怕的語言 所以我可以講說它是一個仇恨的語言 那我們很擔心這樣的狀況 我們很擔心大家一再複製這樣子的一個情緒 甚至我覺得你平常看到的所有的人 他都是看這些爭論節目的人 他們都是非常和善的人 但是一遇到死刑的這個議題上面 你很難想像他可以講出這麼的可怕的話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這樣的狀況 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在2010年的時候我們就決定說 那我們不應該去上這樣的爭論節目 只會激起更激化的一個情緒 那當然最近這幾年 就是每次如果有發生重大的案件的時候 當然媒體就會想要說他們要做平衡報導 但是這個平衡是不是真的是平衡的報導 那他們大概只想要有一個所謂的他們認定的 跟站在被害人對立面的一個團體 說一兩句話 但是那時候我每次接到這樣子的一個訪談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先說因為我不瞭解狀況 所以我不能夠回答 可是大家覺得你是確戰 對 那可是我說的是真的 就是我真的不了解狀況 有時候記者打來我說發生什麼事 然後記者就把 比如說他們的報導或什麼事情 或是警政署公佈的一些資料就唸給我聽 然後要求我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做出立即的回憶 那我覺得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廢除死刑這件事情 我們從頭到尾都講廢除死刑 那可是如果針對這個案子做評論的話 你如何要求一個才在一分鐘之前才聽到這個事情 甚至可能記者得到的資訊也是不完整的 那我的感覺是你在那樣子的狀況之下 你做出的任何回應 你都有可能是傷害被害者家屬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好像我跟你也不認識 為什麼Face聯盟的成員好像在這個時候要發言 而且他發言的這個方向是傷害我現在的感覺 所以後來學習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真的會跟記者朋友講說 我真的不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我沒有辦法發言 但是記者朋友他們可能真的有他們的壓力 因為長官的需求 所以他們就會希望我至少要講出說 那我不做評論 那我說我不是不做評論 而是我不瞭解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是一個最適宜的發言人 那當然在最近的北桃案件發生的時候 那一天當然是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我本來就有事情 那當然我看到那個記者打電話進來 我也知道是記者 但是我真的不方便接電話 所以我就決定不接了 可是那個背後的原因還是一樣的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在這個時候 我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在去年症結案的時候 有一些記者打電話來 我事實上我是跟他們討論說 我覺得這個集體恐慌 我覺得集體都需要心理的一個協助 心理諮商的一個協助 那如果比較好的狀況 或許你們應該去問問看 是不是有飯堡的團體 是不是有心理諮商的專家 他們可以針對這種集體的社會的 發生這樣子重大事件的集體恐懼 給一些比較好的建議 這比我在這個時候上去談說 死刑要不要存備 我覺得才是有意義的一個事情 當然最近還是一樣有很多的政論節目 打電話給我 問我們說你要不要上節目 那我跟以前不太一樣 是2010年那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那個氛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真的不上 那說實在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拒絕記者 所以我就也沒有接他們的電話 但是最近我會接電話 而且我會跟記者討論 就是說你們想要做什麼樣的主題 你們找什麼樣的來賓 那我會跟他們解釋說 那你可能把你的提綱給我 我把你的來賓給我 我們會考慮 但是你還是會發現說 他找的就是名嘴 那名嘴事實上 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樣的專業 可以談這些這麼複雜的犯罪的事實 或者是這種心理的傷害的這些事實 我不想他們能夠談什麼 那我看到 事實上我沒有真實的看到 就是我有一些同事告訴我 就是上節目的狀況 你會發現說 根本是沒有要討論的 但是我也有遇到 就是我覺得還不錯的節目 它是真的把 它的提高真的你的好 然後它是用一對二的訪談方式來呈現 但是剛好我時間上面不行 所以我後來也拒絕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在一個不對的地方 你想要把事情給談對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甚至你會發現 說實在我發現說 那個節目播出之後 我們就接到了很多抗議的電話 那那些抗議的電話 都是來自於誤解 那你當然可以講說 你們因為你不上節目 所以他們就產生了很多誤解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上節目我的前同事 就是Face聯盟的法務主任 前法務主任 廖伯雅 他上了面試節目 根本不會有機會 讓他把話講清楚 或講完 那大家就是帶著誤解 繼續的憤怒 那完全無助於事情的討論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 我現在的感覺就是 我會接電話 但是我很想要跟記者討論說 什麼樣的一個媒體的報導 還是真的對台灣社會有幫助 那如果覺得那是我的專業 我可以去回答的話 那我一定會回答 但是如果覺得 我覺得那不是我的專業 我覺得有更適合的學者 我覺得有更適合的專家 我會推薦給他們 但是通常他們的考量都不是這個 就是他們還是覺得 早明嘴比較有收視率 然後或許找我 可能可以成為劍拔 但是我們真正的一些建議 不見得能夠得到他們的認同 我想我完全可以理解 欣怡的這樣的一種狀況 事實上我自己也會 常接到媒體的訪問 就是像你所說的 他就會稍微描述一下 那個狀況要來回應 在這個時候 我通常是不會回應的 因為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回應是很奇怪的 那另外其實在過去 也會常常常 找我去談 上政論節目 我覺得我的想法 跟你是完全相同事 他那個不是一個在台灣社會 可以好好討論議題的地方 你反而會讓這個事情 越談越糟糕 可是話說回來 不管你不想去接受媒體的訪問 或者是你會去介紹其他人 或者是你對政論節目 產生某種的這樣的一種疑慮 但是這個事情還是要談 對不對 最好的狀況之下 當然如果在媒體上面 可以好好的談 那是更好的 而且我們待會再回覆來談說 那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你們覺得這是可以 可以把事情去談清楚的 那為什麼現在的狀況之下 他是沒有辦法 好好的把問題談清楚 我們先休息一下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直播 我是節目主持人廣鐘翔 剛剛我們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邀請到Face聯盟執行長林欣穎 來談到這個Face聯盟 跟媒體之間一些互動的這種關係 那事實上媒體很喜歡用 所有的二元對立的方式來呈現 他是一種所謂的平衡報導 那這個平衡報導 他事實上是在做某種的假設 而且還會設計誰是被害人 誰是加害人 可是如果回到一個整體的社會的角度來看 這種分類的方式 他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簡化 他沒有辦法把事情看得清楚 談得清楚 那我們接下來再請教的新營的是說 那可是作為一個所謂的倡議的團體 那即使面臨到這麼困難的 一種所謂的社會環境 或者是這麼不友善 你認為這種不友善的 這種所謂的媒體環境來看的話 我們還是要去跟社會溝通嗎 那對於Face聯盟 怎麼要去談這種所謂社會溝通 也很多人會覺得說 Face聯盟的這種所謂的社會溝通的策略 其實是不夠好的 沒有辦法去體會受害者的 這種事情 沒有辦法去了解大家 在文化上面的某種的限制 那這些人好像學歷都不錯 然後一群律師 那這個都是一些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 充滿了道德 那已經有這種所謂的社會的刻板印象了 這個溝通還進行的下去嗎 我覺得我們都一直在學習當中 雖然我們是所謂的倡議者 但是我們並不是專家 所以過程當中我們真的犯了很多錯 然後我們也在學習當中 那對我們來說 就是當然大眾媒體目前看來 不是那麼的可以期待 那可是我們還有小眾的媒體可以運用 然後包括就是說 可能說實在的我們的網站上面 有很多的文章有很多的資訊 只是說我們放在那裡 如何的讓大家可以接受 那當然漸漸的 比如說最近大家可以在網路上面 可能就是有一些文章的流傳 或是有一些議題的流傳 那再來我的感覺是就是說 廢除死刑推 要不要廢除死刑 事實上不僅僅只是廢除死刑 推動聯盟的事情嗎 對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跟意見 我前一陣子的感覺是 Face聯盟好像沒有不太接受 沒有解放我們寫了一個新聞港 但是各式各樣的專家出現了 就是說他們從他們的自己角度 來思考這件事情 不見得全然支持Face 或者是不見得全然支持死刑 但是他們用專業的角度 來分析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因為本來就不是我們 就是Face的 Face本來就不是只有我們能夠主張的 那你藉由這樣的方式 你讓更多的人表達出他的意見 我覺得是好的 不管是支持或者是反對的 那當然就是說我覺得以我們狀況來說 我們事實上我們很努力的在做大眾的溝通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在過去 我們當然是辦各式各樣的演講 所以我們一年大概有幾十場的演講 但是說實在這種方式 它不像媒體的曝光 就是一次的曝光 你可能有很多人知道 但是我的感覺是這種小眾的溝通 它是能夠讓人家理解的 就像我說我同事接電話 或者是演講的面對面的溝通的方式 它是真的是可以討論的 那在這樣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理解大家為什麼他會害怕 但是他們同樣也可以理解說 我們為什麼想要推動廢除事情 我們為什麼對台灣的實行制度這麼的擔憂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溝通方式 但是他可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這的確我會覺得那種所謂的小眾的 或者是在一些課堂上面的溝通 我覺得那個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不是一個說服的過程而已 它是一個傾聽的過程 你可以了解大家到底為什麼會恐慌大家 為什麼會覺得這個問題這麼的嚴重 我自己的經驗在課堂上面跟同學在聊的時候 其實也當然大部分同學可能對實行還是比較有些這個堅持 可是在溝通過程當中 他會慢慢的去理解 為什麼廢除實行 他有他的意義 或者是某種程度的必要性 我常用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實行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大體上來講有一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就是說 就是讓這個受害者 他可以這個心裡面會好一點 然後會解決這個受害者的問題 那第二個答案通常就是說 他可以去遏止犯罪 那其實我們知道這個二子犯罪這件事情 在很多的學理或在統計上面 他其實未必存在的一個正向觀 他沒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那在所謂的這個心理的狀態上面 就是受害者家屬 他其實很多人其實都表明過 即使這個兇手被殺了 那他就是爽了一下 就是開心了一下 那他得到某種的發洩 可是那個心裡面的沉重的問題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他其實恐怕是很難去解決 這兩個大家所關切的問題 可是我就接下來會再問同學一句 一句話就是說 那如果這兩個沒有 如果這個費 這個所謂的死刑 沒有辦法解決這兩個問題 或者是他可以解決這兩個問題 但是我們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來解決 而避免所謂的冤案呢 避免讓這些人沒有辦法回頭 的這種所謂的悲劇在發生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不用呢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是 很多時候同學們他其實就覺得 對啊 我們從來沒有去想過 除了死刑之外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我不曉得這會不會是我們 至於所謂的法律的知識 或者是在文化的想像上面 他其實已經受到某種的局限 而讓我們其他的可能性 是不存在或是很少被討論的 我覺得因為死刑已經存在很久了 所以大家對於已經存在很久的事情 他就習以為常 那本來你要改變這樣的事情 他就是要花更多的力氣 去做說服的過程 但是我覺得很多政治人物 他可能都會以說 民意的高度反對廢除死刑 作為一個藉口 但是我們也曾 我們也做過 就是我們在2013年2014年 我們跟中研院調查中心 合作的一個民意調查裡面 的確大部分人是支持死刑的 但是你往裡面看 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有更多的關於對於死刑的知識 你會更傾向於反對他 如果你知道更多的訊息的話 你會反對他 以及如果說你提出了配套措施 不管是什麼樣的配套措施 他都會讓大家更不願意去支持死刑 所以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一再的 比如說民眾把怒氣 就是倒向費死 但是我們的對我們的指責的對象 絕對不會是民眾 我們指責的對象 我們一再問的就是 我們政府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那如果政府 為什麼政府不願意提供更多的資訊 給社會大眾 以及為什麼他們不願意提出配套措施 來跟社會大眾做討論 那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我們不太可能期待民意 一下子就會改變 但是我們也不可能期待民意 它自然的會改變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點事情 那民間當然我們努力的在做 但是如果政府什麼都不做 而放任這樣的事情 用這樣的方式去討論 然後讓你的人民彼此的 好像越來越恐慌 然後可能越來越仇視某一些人 那仇視某一些被貼標籤的人 那事實上是無助於 讓台灣成為一個更安全的社會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政府當然是無可推諱 可是回過頭來倡議團體 我們當然是要有更大的這樣的一個努力 我想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費死聯盟的這種所謂配套措施 到底是什麼 那或者是說 怎麼樣在一個體制上面去改變 去解決現在這樣的問題 至少他可以促成 某種比較理性的公共討論吧 我想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去年還是前年 就是美國馬里蘭州 他們已經廢除死刑了 那他們是美國第18個廢除死刑的州 但是他們的州長事實上很清楚的 就是表達他是支持廢除死刑的 但是他遇到同樣的困難 就是說民意的高度支持 以及可能犯罪率事實上 不見得是那麼的好的狀態之下 但是他做的方式是說 好我做了一些 我做了一些引導 例如他成立了一個死刑研究的委員會 然後他提供了更多的在地的一些論述 跟在地的一些調查報告 讓大家去考慮這件事情 那他當然就會發現說 可能有冤案的問題 可能有種族歧視的問題 在死刑上面 可能有階級的問題 那這些東西都能夠幫助大家更理解 就是死刑為什麼不應該存在 那另外當然他也就是 他也必須說在嚴格的 就是在真正廢除死刑之前 他真的很嚴格的限制了 死刑的這個適用 這些都是一些可能的努力 就是說那位州長他並沒有期待說 自然而然民意就會支持 但是他運用一些方法 引導大家去看清楚更多事實的時候 最後他們當然就是用公投的方式通過 然後就廢除了死刑 因此他是需要經過努力的一個過程 那以台灣來講的話 我覺得想要更了解台灣的狀況 我不曉得我們的法務部做了什麼 但是我們在我們有限的能力之下 我們至少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而且那個民意調查並不是 大家看到現在的民意調查說 我打個電話用電話訪問的方式 我們事實上是做了 2000多份的面對面的訪談 那每一份訪談都有一百多個題目 因此他是可以分析的 那當然現在這份研究資料 我們大概7月份會正式的完整公佈 但是當然有興趣的研究者 他也可以在中研用網站上面 得到原始的資料 是我們做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們事實上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 我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召集了一些志工 然後我們想要把我們曾經接觸過的 接觸過的75個死刑犯的判決 然後加上盧政 盧政是已經被死刑的冤案 76份判決 我們有大概三四十個學員 我們要一起重新看這個判決 在法官 在律師的 他們的代理之下 我們重新看這份判決 那看這個判決 有可能他可以發現有可能的冤案 像之前鄭幸哲就是因為 張娟芬 他看了他的判決 發現問題 所以有可能會發現 發現冤案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更多的可能性 是我們會發現制度上面的缺失 從判決裡面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在努力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美國他們曾經做過這樣子的檢視 可是這種檢視 它是在美國司法部跟大學的研究之下 做成的 對不起 它是在美國的司法部跟他們的參議院的要求之下 委託了一個大學做這樣子的研究 他們就會發現說 那個冤案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是由政府的力量 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以台灣來講 就是一個民間團體 我們想辦法做 但是它有它的缺陷 它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了就只有判決 如果我們想要看到完整的卷種 它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 我們一再的就是在這方面去做努力 是因為我們想要讓大家看到更多的訊息 好 那現在再回到配套措施這件事情 配套措施有幾種談法 有一種談法是說 如果是終身監禁不得獎的狀況的話 那當然就會有超過50%以上的人 他們會支持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但是同時我們也擔憂 所謂的終身監禁不得獎 是對監所的管理人員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因為一個沒有希望的死刑犯 你怎麼 就一個沒有希望的無期徒刑的人 他如何的能夠 就是在監獄裡面 你如何的能夠管理他 那很多的不管是台灣的 或者是包括英國 他們都會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是非常潛在的一種恐慌 對這些監所人員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種說的 就是大部分國家 他講的就是無期徒刑 但是他會規定一個年限 例如25年 例如30年之後 你有機會可以去要求假釋 但是不代表說 你要求假釋他會通過 因為你有可能不通過的結果的話 那你最後的結果 就是所謂的真正的人 就是關到死 你是沒有辦法出來的 但這是一個比較 我自己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符合 人性的一個制度 尤其是我覺得我們現在 就是譬如說如果做一個法官 我實在無法告訴你說 管中翔你犯了罪 15年20年30年之後 你都不會悔改 或是沒有可以教化的可能性 我沒有辦法在這個時候下這個判斷 但是我有可能在25年之後 30年之後 可以下這個判斷 或者是我繼續無法下判斷 那抱歉 你就繼續要待在監獄裡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 有可能 就是比較符合人性的一個刑法 但是當然你可以 你可以知道 現在很多人都說 不行啊 如果說不是終身監禁的話 他們有可能就是關沒有幾年就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種說法事實上也是一個誤解 因為我們台灣的刑罰 在2006年修改之後 事實上所有的無期徒刑 都要在25年之後 才有假釋的機會 但不保證能夠假釋 當然在過去 有可能在過去的那個 無期徒刑 他可能服完了一定刑期就會出來 所以那時候 法務部給的公佈的資料是說 好像平均13年就可以出來 但那是過去的事情了 從2005年之後 事實上目前沒有一個 無期徒刑的人 他是可以出來的 這是不可能 可是即便在過去的那種刑罰的規定之下 你都還必須要嚴格去檢視這個人 做申請的假釋 就是我們到底要不要讓他回歸社會 那以及我覺得更要考慮的是說 如果他能夠回歸社會的話 我們能夠怎麼協助他 讓他過度那個 就是度過那個 回到社會的那個狀況 否則你也可以很難想 你也可以想像就是 任何一個曾經犯罪的人 他就會被貼上標籤 他如何在社會上面 找到一個工作 那這件事情是困難的 那看樣子這件事情是困難的 而且難以解決的 因此好像 目前至少目前的政府看來 就會覺得說好 那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感覺上我還維持死刑 我還執行死刑 民眾的滿意 事實上滿意度 事實上就還蠻高的 所以我會覺得 就有點放任我們的政府 沒有去盡這方面的責任 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其實政府不是只有做決定的這種角色 他其實還有更重要的是 他怎麼去促成一個社會的討論 那或者是他能不能形成公司 或起碼是一種彼此尊重 可是就像你剛剛提到 是我們的政府在這個部分 我們看不到任何比較積極的一種作為 而且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我們去認真的去談 去思考所謂的廢除死刑這件事情 他其實不是完全不要有刑罰 而是在這個現有的刑罰之外 我們怎麼去做改善 而讓這個社會他可以變得更好 我相信 除了欣宜剛剛談的東西 其實也只是一小小部分 就是在Face聯盟的網站上面 還有更多的討論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都能夠有機會 到Face聯盟網站上面去做更多的了解 那當我們了解之後 我們再來做決定 我想那個過程會是一個比較 能夠理性或是比較平和 而且能夠真正的去把事情想清楚的 一個過程 今天非常謝謝欣宜來接受我們訪問 我們下一次再跟欣宜來聊其他話題 謝謝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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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